欢迎收看两点书新闻 新闻看民事 我是张孟琪 这几天呢 嘶烟风暴是稍不停 而被质疑是共犯结构的华航 昨天呢 虽然由董事长谢世谦出面来召开记者会 但是真相还是交代不清楚 2014年之前的资料呢 到目前为止都还找不到 交通部呢 对昨天这场记者会相当的不满意 是直接说了重话 说没真相就准词 好 现在蔡政府这边呢 是忙着再追幕后的真相 而另外一方面呢 来看到的是国民党礼拜天 马上就要举办全代会 要来提名韩国瑜参选2020年的总统 不过现在呢 蓝颖面对的整合是已经卡关了 因为郭台铭哦 他不止人不会到 他的郭粉还要帮他联署 侯一个酸总统 好 这下次国民党可以说 真的是麻烦大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高雄的霸函联署 现在已经快要突破20万份咯 不过呢 发起的公民歌草行动联盟 他们要举办个活动 是一波好几折 已经连续四次租借场地都遇到阻碍 怎么样就是借不到 好 这当中到底有没有什么隐情呢 我们待会儿一起来讨论 首先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持人 大家平安 第二位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苏巧慧 孟琪好 大家好 再来是我左手边前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奇 孟琪好 大家好 最后一位是我们民进党新北市议员王淑慧 主持人 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大家午安我们要持续来追踪这场走私烟的风暴 昨天华航董事长谢世迁在交通部下令的最后通牒之前 大概在小四点钟终于召开了记者会要来说明整个案情 不过交通部对昨天这场记者会是失望透顶 来看我们的报道 走私烟是谁买的 对记者喊话副总统陈敬仁没有回忆 原定要出席美食展的交通部长林佳龙也临时不来了 CN风暴延烧太敏感 华航省已四天 原本被要求好好对外交代 不过前一天记者会开完 交通部却很不满意 董事长谢世迁在记者会上亲自举功道歉说愿意负全责 不过对整起事件仍说是境外交易 还把过错推给约定俗成 否认高层涉入不法 只有承办人员之情 原则上像比方说什么华航高层在开放什么后台的系统 让所有人员去订购 还有包括什么华航的高层协助打盘 其实这个都是应该都不是事实 承办的人员大概基本上就是一般的承办人员 华拟的初步陈储名单只以督导不周 打算继空敏处副总邱章心大过一支协力于瑶 高淑娟各继两支小过被交通部举收 让次长王国才怒批 既然都知道总统专机订购司研已有二十多年历史 代表有看到一些资料 但这也会没有新资料 如果没有查明 谢世谦请辞一定会同意 没请辞也会要他负责 但是我们觉得对于真相大白这件事情 还是做得不够 尤其是整个这个2014以前的相关的资料 现在都还没有出来 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只做庸者是谁 就是如果他没有让真相大白 然后这个部分比较不会请他不请罪了 当部动向不排除把动作 要华航好好查清楚就看华后续还能公布多少真相 好来看到昨天这场华航的这一场记者会 华航的董事长谢世谦 他是再三的强调 档案最多就只能查到五年前 五年前就是2014年 好这之前的资料呢 目前都还找不到 好记者会上呢 没有交出任何的新资料 交通部当然是非常不满意呀 好另外这个谢世谦又说 说这个所有的交易都是在飞机上完成的 是属于境外的交易 好不过呢马上又被律师打脸了 说其实呢这个华航属于国籍的飞机 所以这个飞机也是视为是国土的延伸 好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谢世谦也是否认华航高层 介入这一次呢 这个专机免税烟品的购买这件事情 我们想来请教一下民进党的委员 巧慧委员 针对昨天谢世谦这场记者会 他的说法您可以接受吗 坦白讲 关于昨天华航的说法 不要说一般观众不满意 社会不满意 连我作为民进党的区域委员 我也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啊 这整件事情哦 从一开始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蔡总统就已经表达震怒 那他震怒的部分是当时 对于这个国安局世卫的这个部分 他立刻就撤换了国安局长 甚至世卫长 在这个国安系统这边呢 他做了明快的处置 并且要求新任的局长 要在一个星期之内 要提出完整的报告 好这是国安局买的部分 特勤的部分 可是我们知道 他是买的人 那谁配合是华航嘛 所以大家刚刚的用语也是说 华航是共犯共犯 本来不是你是最大的市主哦 你只是一个配合的人 但大家希望你出来讲清楚 说明白这件事情到底是如何 所以昨天还让你出来开了记者会 就是希望能够把案情一次讲清楚 既然你说二十多年来 都有这样的问题 表示你大概对这件事情 有一个了解嘛 可是你昨天出来 你从时间 你也没有办法讲得非常清楚 你说有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但资料只提供五年 再来人的部分 那到底有多少人 哪一些单位层级 事包含了 涉入了这整个流程的部分 最后就是事 所以时间 人 事 这三个点 都没有办法让社会觉得说 哦原来如此 所以事情就停在这里 所以对于事情的本身来讲 大家不满意 我们也不满意啊 那以政治责任来讲 一个没有办法把危机处理好的单位 我们当然更不满意 因为这就会继续延烧啊 这跟韩市长 我们平常在讲挤牙膏的案情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我是这样觉得 蔡总统在特勤的部分 已经非常明快地表示了态度 跟行政院书院长完全一致 那么现在轮到华航的部分 我们也非常期待 华航他要把事情说清楚 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要说 政府是要有态度 有速度 我想我们的标准都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关于昨天这个 我相当的不满意 我想现在要是修 是在修会期间 不然的话 如果是在我们的会期当中 我相信华航 这个一定没有办法通过大家的检验 所以我可以了解啊 我们所有的区域委员 都非常非常希望 赶快再出来 把事情讲清楚吧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好 华航现在真的是被盯得满头包 另外我们想请教一下文琪 华航昨天这场记者会 其实根本是不是就人家说 提油就火啊 当然啊 不过我第一次这么的完全认同 我们修会委员讲的话 我觉得大概这一次的民进党 可能就会有点像新小棋啊 那手指头的淡淡的烟草味道 没想到让蔡政府这么的痛 但是我们很显然发现 如果民进党的政府执政中央 全面过半的状况下 如果说执政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话 就会是压垮蔡政府的最后一根烟草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传统讲 清延情真爱乡土 可是我们觉得这个标语要换了 叫做爱分爱情爱做官 因为套句我们巧慧爸爸讲的 苏葵讲的 连一条烟都管不好 坦白讲你看看 第一时间我们的华航的高层的发言人 叫刘崇阳 好像我印象中说谎 各位你想到 我觉得当我们的华航的董事长讲 基边交付 我叫是改变那有没有路边 还有虎边 这种东西我觉得不要骗三岁的小孩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以金流物流的角度 华航只能查到五年前 我也帮帮忙 你这是骗三岁的小孩子吧 你把金流 一个卡可以刷645万 不管它是国安局的工作卡 还是什么卡 你中华民国政府 你蔡英文没办法查到那个金流物流 今天现世间讲的话 你敢会听你 所以我今天看到 所有的网友我们看到 现在全部都看到了 现在最流行的图 空军一号 然后各位看到慈盟守中线 民进党发大财 各位再看一下这个 回来现在改的最新的问候宇 是回来帮我带条烟 各位现在我们很担心的是说 民进党政府就沉入这个 在蓝营的一个漫画里面 所有的就推给国民党 推给马英九 推给阿共 否则我坦白讲 各位为什么我们看到 今天总统府变成宅配中心 我们的国安局变成了烟酒公卖局 我们看到了蔡政府震怒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震怒 各位我跟孟吉讲 六七百万多不多 多 可是如果对比 我想因为巧位在这边 我讲的苏贞昌的一百八十万 我们今天的中华邮政的 A9案那个山洪志 讲说那几百亿 有利人士政治蟑螂 还有我们邱泰山部长的 桃园官说 这种涉及更高层次的 官征 政风 道德品德操守问题 我们蔡总统为什么不震怒一下 给我们看 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讯息 坦白讲停损点 大概就是陈菊 跟我们的所谓的柯建民 我虽然平常不太喜欢黄国昌 但是我觉得黄国昌干了一件好事 各位看看李秀莲前几天讲说 是不是小涛 各位看今天早上最新的范世平 各位 如果这个案子对比于 苏家全的太太被抢 红衡珠 需要一个礼拜吗 不要骗人好不好 金流物流 你把那个录影机摄像头 谁带黄国昌进去 一干人整 不就全部都出来 今天要不要破案 我坦白讲 就是看蔡政府的决心 我最后要讲一件事情 不要再有断代史 今天要查 我完全开心 把马英九时代的狗皮倒灶 全部都弄出来 要死 我感觉到 把这些老鼠屎全部都挖出来 但是千万不要漏了 陈水扁时代跟李登辉时代 不要每次到民进党的政府的时候 都是断代史 那有关于什么转型正义 只从什么1949年 你要就好好的干 我的意思说 今天丁允公竟然讲 认真才能解决这些漏规 我期待民进党真的做给我们看 但是不要找林家隆 各位 因为我对林家隆不是很有信心 所以王国彩这个工具人的角色 林家隆是一个会被一员海洋 深沉水骗的人 还会去搞外交 抢了吴钊燮的部长的这个人 基本上他不够专业 如果他要震怒的话 我呼吁今天巧会在这边 我们的院长 你就好好的把这个案子给干下去 法务部你真的侦查无上线 一个礼拜内 好 既然你说一个礼拜 我给你一个礼拜 你交出成绩给我们看 否则坦白讲 一定是压垮蔡英文的最后一根道爪 这个漫画的部分 还不够清楚吗 我的老亲爷 所以我觉得 今天如果谢士坚讲的这些话 他还认为停损点 可以弄在一个小少校 一个小组长的话 他真的太低估 台湾人民的智慧 台湾人虽然善良 但是我们历经了三次的政长轮历 不要再骗了 我觉得 副主委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谨慎的 谨慎的记住 尤其是民事的观众 要记得他说的每一句话 他现在说到底真正是什么 是不是提供的旧位 事实上 这个没价值 他如果今天背起来说 既然我愿意承担 我就做一次承担 我跟大家说 我在那个概念事级 之前我就做民意代表 我做最继承的 澎湾的市民代表 那个时候 空军以后没有在背出去 九尾才有在背 也没有什么发行的 再来再去 但是呢 我们在做 秀代表 出国去 要叫人拿分回去 当然你也不用拿我们 中修的 一定是拿外国分 叫什么呢 拜托立委 去跟他们说 帮我们拿回去 所以很古早就这种路事 我今天不是在帮外国 拼解哦 外国可能啦 是什么真相讲不清楚 你只要去看看 国民党来的时候 把这种乱事带进来 我不是要讲国民党怎样 你只要看哦 从地方到中央 中央又回到地方 所有的机构里面 哪一个单位 没有公关事 就问公关事在做什么 公关事在做什么 不要说什么 这几天 他们去美国 我们刚才新北市政府 我们新北市議会 我们去北欧啦 我也在说 奇怪 怎么有人坐网航 有的人坐回应的 我当然是 做久了 我就心中在暗想 有人想想想想 为什么 我也做过立委 我也知道 行情在哪里 网航就可能嘛 因为有冠国嘛 冠国这些大冠要进来 直接坐那个公部 走那个公部门 甚至不用啦 现在桥费在这里 也是做立委 他们出国就知道有这个经验 而且我们不用在那里 也不用去坐什么 商户仓的什么特别招待的地方 直接整台车都给你滷进去 那里能够在检查 没有嘛 今天的问题是台湾人的 拼演叫国民党 够派去 贪小便宜 消批炼 尤其是问题出在那里 粉啦 粉水啦 你如果粉水 没那么高的时候 不用用这一步的啦 所以说 海市这些人就是要吃粉啦 所以我在这里 要求真相出来时 最好 这一次 都做一次 把他穿一穿 每一个人都没得罪 这样你蔡英文才会落下 所以这几个自己主动 成立了 十一年 自己没有这一年 但是 先让这个政敌这一年 政党轮抵我看了三百的啦 我们真的要转身正义 就像他说的 有在家人给他破了 国民党 不便宜 过去变变变变 好 没有错 现在呢 选民呢 都是把手紧紧看 再看这个蔡政府呢 到底要怎么样处理 这一场撕烟的风暴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昨天这个华航董事长 谢世谦 针对这场撕烟风暴 他也是两度道歉 而且他说什么 他说他会负起完全的责任 好 不过呢 交通部这边呢 有点算是有在警告他了啦 说这整件事情 如果没有查明 谢世谦请辞 绝对会同意 那没有请辞 也会要他来负责 好 我想请教一下 明佑谢世谦 这个董事长的宝座 还坐得稳吗 我本来想说 他今天在时期看的事实 但是看起来 现在还没提出 但是他在说话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 跟我同样愤怯 因为他省引了四天 后来就开一个记者会的时候 他也承认 华航有人搭便车 那既然有人搭便车的时候 标示说这个问题 一直都在的嘛 所以交通部 是怎么这次才有格子 要办到地 他就是要要资料嘛 所以我是认为说 现在的政府 你说咬怎么败 他想不愿意办到地 你如果说 亲切叫三个人 我给你出门出门的 这个事情 出销 舆论过一个礼拜 忘记这个新闻 事情就解决了嘛 可是这是一个负责任政府 应该要做的事情 头前总统有两个 拨起来 拨起来后 这个交通部 不愿意说 你这个存储名单 我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知道 很重要 交通部跟华航 现在是硬碰硬的状态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把这个陈仓过病 赶快把它吹出来 吹出来 才发生启毒这个毒瘤 但是我先补充一下 他说文奇哥说 空军一号 空军一号 今天本来会去 背去国外 我会把台湾打破了 现在空军一号 可能还可以再来背 所以很多人你说 奇怪 总统出事 为什么要去找中华 说 要什么China Alliance 大家在那边背变 没办法 你空军一号 你台湾才不够 生日节 国家的时候 就背不出事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这也不要拿来披书 所以我有时候 你感觉说 郭民党 你打这件事的时候 有时候也必须要 检讨自喜 更谦卑 今天为什么 我说要谦卑 因为这件事 查出来的时候 什么时候 遗留 什么交通 不然要查 你不能说 马英九时代有 你也要说 政政 变成时代 还是理政委时代 成绩更早 有人说 主经国 但是主经国 不是出国国 但是 总体来看的时候 就是要把所有的 立宿共涯 都把他查出来 一次查清楚 没错 但是马总统的态度 好像不是这样 他在第一时间 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 马总统的态度是什么 马总统的态度是说 为什么说我 哎呀 你是把我当成马维拉吗 所以这个态度 跟刚刚大家在说的 刚刚文奇大哥说的 这完全不一样 而且如果 如果真的是 昨天的董作 就是像文奇大哥这样 可以这样绕来绕去 我想 这个记者会永远开不完 因为我们刚刚这么负责 这么认真的 把这件事情拆成 几个该有的段落 不管是特勤单位的 不管是华航的 就事论事 该有怎么样处置 我们认真下去追 不满意 之所以不满意华航 正是因为 他只提出了五年 五年是到哪里 就只有到马总统的最后一年 所以前面都看不到 看不到的状况 你要怎么继续追下去 所以我们希望 好查 撤查 查到底 那就这样 你刚刚也点头同意 那既然都同意 我们就应该照这个原则 这个方向下去 不要在那边说 好我要查 但是你要查 连陈水扁一起查 你要查 连别件案子一起查 这就叫做 黑龙洗刀 洗来洗去 那到底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如果你们有资料 拿出来 愿意让国家变得 往好的方向走 我们就事论事 谈这件事情 过去你们有 拿过这么多 也做过这么多经验的人 我简单讲 我讲的是比例原则 不要讲其他的 六七百万 而且院长没有讲过 连一条烟都管不好 这种话 是我说他连一只蚊子 我是现在 他会批评韩国瑜 连一只蚊子都管不好 现在连一条烟都搞不定 所以吗 六七百万会震入 对于那个金额上百亿的 我们的蔡总统没有震入 这就假新闻假消息 所以比例原则是很重要的 至少今天崇宴有出来讲 陈水扁有讲话 可文哲也有讲话了 黄崇宴出来讲的时候 他很信誓旦旦的 因为第一时间 如果辅方没撤查 没错 如果辅方没撤查的话 他不敢出来挂保证 这是傅杰晋的台湾 他出来他说 绝对没有总统府 和国安会 相关的政务人员参谋 因为之前完全被抹灭掉 说你看 李大伟办公室有没有 陈菊办公室有没有 还继续欧帮政策 跟蓝势昌议员说 那是什么吴宗憲 这就太操作了 绕太多了 你听我讲完嘛 你听我讲完 他说近几次 你刚才说的 我都没有跟你插嘴了 我们现在就是针对 这个思烟风暴 对 所以我认为说 这就是要负责任嘛 因为总统府一定 先自己清查 而且蔡总统昨天 也亲自对外讲 我要这个 国安局长好 去查清楚 一星期来就要报告 你记得要查清楚 现在交通部 也需要中华航空查清楚 中华航空 要把资料拿出来吗 所以马英九总统 也不要心急 因为这一件事情 我相信 做总统的很大部分都不知道 他这件事都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要把基边的 这种代购 要把它取消掉 为什么 未来总统 核心说 隆重要安检 因为这没有人知道啊 因为 这个我说得不听 这个问楼 不是同人知道的 一定是上官团 参与的一台船 一台船来 没怎么知道 这个问楼在这里 但是 因为你出了英文 总统人来发生的 国民党也不要见利的心事 因为这个是 如果是历史工业 它是管理啊 对 跟转型正义一样 改签的穿好清楚嘛 因为我们知道 总统最困难的是什么 你看一定要发生这件事 机密档案 管安局 这要拿出来 同样的道理嘛 所以我必须要把 社会台中 不要被误导了 因为哪有什么 连一条线都管不好 行政院长管得到国安局嘛 行政院长可以干预吗 管得到法务部 好 那法务部现在可不可以介入掉了 你可不可以到司法上 这都可以调查 没有检调 想要介入 这我觉得国民党 这没有厄良学党 这有当时 国安局 连总统有当时 都没办法控制的东西 他要给他爱一个 人家会 当然 给你七十八十 要转 转转会 要爱 不需要让你 一定爱总统出来 说话 这种事情是成年过病 但是 我们在这个时候 要看清楚一件事 要改变这个体制 是要调压共同合作 不是互相推下这件事 今天把国民党拿出来 是说 这既然有立法共亚 我们作为查出来 查出来 后面不要再发生 你纯粮不可能说 明年就一定民进党 会继续这件事 你可能国民党也拿去 那既然是 历史公议 后面不能发生 所以在这个时候 既然是一个 副政策的政府 他要处理这件事 我觉得应该 调压的合作 合作解决 这些历史共亚 没有错 就像明佑所说 这样子 嘶烟风暴的历史共业 大家都希望 蔡政府能够 趁这一次 好好把这个 成年的毒瘤 好好地把它跟除 而另外 当然大家也说到 这个蓝颖 不需要见烈欣喜 因为现在眼前 蓝颖就遇到 这个当务之急 就是他们整合 已经卡关了 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带您一起讨论 回到我们 两点收新闻的 节目现场 来看到 这个礼拜天 7月28号 国民党 马上就要举办 全代会 要来提名 高雄市长 韩国瑜 来选2020年的总统了 而且呢 还有一个桥段安排 就是要安排 韩国瑜 来拿锄头造势 说这些要象征 打破民进党的施政 不过要打赢 这场选战 韩国瑜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要赶快 联系上郭董 郭台铭 来看到下一张图卡 现在郭董 持续对韩国瑜 这边是冷处理 不管韩国瑜 是打电话 还是传简讯 郭董都是 已读不回 现在全代会 这个郭董 也是挑明说 他人就是在国外 他没有计划 要来啦 不过呢 郭董没有计划 要来参加全代位 可是郭粉 可是大有计划 郭粉现在呢 这一票死忠的郭粉 已经要开始联署 他们诉求 只要郭台铭选总统 其他的通通都不要 非郭不投啦 好虽然 这个郭振铭说 这是韩粉 不是韩粉 是这个郭粉 自发性的活动 不过郭董 不表示任何的意见 但是郭粉 这么大的动作 国民党现在应该 很头痛吧 文琪 我想应该 应该会头痛啦 但是你说很头痛 我想应该不至于 因为我觉得 那你是不是太少看郭粉啦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最终 郭粉的一个力量 还是要听 就不要说听命了 就是至少他会 听听郭本人的 一个态度跟意见 所以郭的一个 关键性的登高一呼 譬如说成功不必在我 甚至是说 他当初最重要的任务 是捍卫中华民国 让蔡英文下架 如果他没有骗的话 我的意思说 郭台铭最后的登高一呼 他到底讲了些什么 是一个重点 回过头来我讲 我说团结 没有错误 不管他是拿锄头 拿狼头都一样 各位想想看 连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 都要团结台派 中华民国派 跟中华民国台湾派 所以对韩国瑜来讲 他当然要发挥的 就是谦卑 再谦卑 我就已经讲了 古有三顾茅庐 现代当然就有月亮 但人家都已读不回 凭良心讲 这里我就要稍微讲一下了 我承认一件事情 我也认为韩国瑜的幕僚团队 要有修正一些东西 前阵子我们常常讲 我们认识的人情事故 包含说杨秋金 为什么会有点不舒服 甚至说前阵子 不是有一个黄姓的名嘴 拿出了一个 所谓的line的一个简讯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承认 它必须要更细腻的 我说台湾外公 要更加勇敢 因为这是一个感受的一个问题 那至于郭台铭 我说过了 他是一个有血有泪 有肉的人 难免情绪有一些波动 我坦白讲 赖清德不是也到美国去疗伤了吗 那现在郭台铭出去 我觉得最终回来 他的一个最终的判断 是一个重点 但是回过头来要讲 我觉得 这初选的这五个人 凭良心讲 我觉得啦 以郭董能够在90天内 能够达到所谓的民调27% 他很多的破坏式的 创新的一个政见 抛完富人税 零到六岁 甚至是AI物联网 我觉得都很好 所以把这些人的一个东西 全部都弄进来 做一个有效有机的融合 我觉得这个才能够 真的让台湾人民有感 因为台湾人民之所以 在1124抛弃民间 所以因为 你说得滑天全均掉 要摸不滑掉 我觉得是这样 回过头来 除非今天我讲的 除非就像 那个什么 我们蔡英文 跟陈菊 跟赖清德 他记不记得 他说你三百兄弟 我一定挺立 结果陈菊最后 还是挺了他自己的老板 蔡英文 那我认为 以郭台铭的一个高度 凭良心讲 以他的一个专业 我觉得我期待 那郭粉的一个动作 坦白讲 就像当时候的 蔡粉跟赖粉 也是互工 坦白讲很正常 网路的世界 大家不要太认真 最终还是要看 当事人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 所以我在看待这个 是一个很民主良性的竞争 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 包含我今天讲明佑 巧慧跟淑慧姐都不认同我 但是我还是讲得很开心 对不对 因为他们听一听 我觉得听听看 有没有道理 大家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好的看 否则最后我讲实话 也不用等郭台铭到底是不是跟柯文哲合 跟谁合 那个都 我跟大家报告 没有气饱 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撞掉了 也不用到加护病房 连送进去都不用 郭台铭只要一托党 我跟大家报告 国民党就 所以没有所谓的气饱 没有气饱 就国民党就死掉了 那这就是什么 自作孽 自作孽不可活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 如果大家真的认为 我们以实际的政见 怎么样对中华民国 扶国立民是好的政策 我希望这次的台湾人民 因为据说还有很多主 包含吕秀莲 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次 大家凭着良心 你觉得今天的蔡政府 有没有给你真的 过好的生活 大家来这样投票 我觉得是最健康的一个态度 好 刚才文奇有讲到 他相信郭台铭 郭董的高度 那也称赞了郭台铭 之前提出的政见很棒 那郭粉也是这样想 所以现在立功 郭董出来选总统 議員你怎么看 我看法刚才跟他 都完全相反 他刚才说三半兄弟 他们两个都三半兄弟 都吹车车 八滴八滴的时候 两个不是老义说 哎呀 你是我的兄弟 唱这条歌 不知道唱到整百遍 但是我们会记得 我们台湾人 是要说这句话 亲兄弟 民选小 要选签选民 他刚才一直说 民政党的 我们这些核酸林中间 我们这些都是在说 政策的不一样 对台湾未来的走路线 相反不一样 从来没说到 对人的民主上的问题 但是韩先生就没什么同样 他一开始五点三平时 就跟这段都打死了 说人权贵 我们这个阿伯七号 我们会爬树的庶民总统 现在变成口号总统 他现在一直哗哗哗的时候 他要求什么 要求我郭台湾你千万不能出来 我们两个好到这样 刚才他也说 为了中华的民国 这两个都在对中华的民国 我对郭先生很质疑 他用到国民党没来去 他电脑跟共产党感情比较好 但是在中华的关头 他真的有做钱给国民党 是国民党欠他钱 他没有欠国民党半项的东西 欠钱的时候 我用我们老母教你多少 所以你们做一个 荣誉状 不才让他参选到这个筹算 要来让他做总统的机会 但是要怎么知道你们都把我骗 让我有机会 但是到后来你们都整个罐头庶民 因为我们这些权贵 都要一次打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现在每天说我吃吃的等 每天也边吃边等 那这样子的诚信 这样子的态度 郭台湾没有人在台湾吗 没有人看得到吗 他们好事不然要拼去 派我去跟他见面 但又在说他们奉害的事 奉害就已经出来了 他就已经 打那些针对了 目的合在 就是愿望说 他真的可以坐到那个位 现在没有那个位 有人叫他说 没有你去做什么 经济顾问 大使 不然就 没有副总统摸着 他哪有看在眼里吗 拜托 全世界怕脱脱的人 号称守护的人 叫我去当 什么 拼外交的副总统 这真的 说风笑的 所以说 我不是在看水败 我感觉 过台湾 如果是一个有人品 有嫁的人 没去做这种事 刚才听到 这个淑惠议员的分析 另外来看到 其实人家现在郭粉 要替郭董来铺总统路 可是就像刚才议员所讲 韩国瑜心里 好像有意思 要来找郭台铭来当副手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瑜开出的副手条件 他说要有财经的专业 也要有国际事务的背景 而且他前几天 接受专访 还说以后要推 所谓的副元首外交 好那这些种种的条件 听起来最符合的 就是郭董 巧慧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 这一切的一切 是大家在等着看 这个728的时候 到底国民党的 这场大会上面 台上讲的是 那个候选人 但台下做的 到底是哪些人 大家都在看 这个我想文奇哥 还有大家 我们都选举 在这个选举的路上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政治也都走得没有 大家都是在看 谁坐在那里 多少人坐在那里 代表的第一个 就是团不团结的意象 所以当然现在就是 一直呼唤郭台铭 郭董赶快回来 赶快回来 坐在那里 哇 这样就是一个 大团结的表征了 但是老实讲 第一不但是 郭董现在已读不回 然后没有要做这个动作 也没有表示他要出席 那甚至是 坦白讲 以国民党的经历来讲 就算 就算郭董到时候 是坐在台下 这就表示 已经是大团结了吗 就定于一尊了吗 我想也未必 大家 这个印象还很深刻 就是换柱 换柱这个风波 在上一回合的时候 国民党就 这个血淋淋 华丽丽的曾经发生过 所以这次到底会不会是 就是台上的这个呢 而不是我们这个 也实力相当坚强的 郭董呢 这个也大家都在看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够定于一尊 我想其实 应该还是 是韩市长的市政成绩 让人不放心 我在很多地方 我也听到很多人都在讲说 大家想嘛 你就认真的回想 韩国瑜韩市长 执政到现在 上任到现在 半年多 你能够想出来 你能够举出来 他三件具体的市政成绩吗 清淤 清淤嘛 树上抓蚊子嘛 下水到清泥巴嘛 好 清了多少 马上被打脸啊 对不对 那现在 你看网路上面 这也不是我说的 我今天只是抓了一个 网路上面下来的 那网友KUSO的 对啊 现在变成是 KUSO韩市长 变成一个很流行的事情 请问韩国瑜 有几个庶民的身份 从选前的这个庶民 到别墅的庶 现在 还有这个庶口的庶 现在已经到了 爬庶的庶了 这个其实我们也蛮 谢谢韩市长 每天都带给我们 农于民的订单 给我们无限的欢乐啊 那我们能够记得的 其实就是像他是漫威 没有 要来不来的 邓紫熙要不要来的 然后官员是在这个上班时间 去了一场假的小三通 除此之外 你到底还记得什么 所以难怪国民党的支持者 会召集 会希望郭董出来 这个心情其实也可以理解啦 好 这个委员说 他可以理解这个蓝颖的心情 另外我们想请教他明佑 其实韩国语 现在呢就急着想要找副手 可是人家朱立伦说 完全没有考量 郭董就更不用说 感觉听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 明佑怎么看 手的日子是很好玩啦 大家有了 去台下顶的 大家都 我阿嬷以前常常在我买 你困在面穿上 想的面穿下 因为大家心来想的都在想说 你看什么朱立伦 第一时间说 没有了 我没有做他的副手 再来郭台铭想说 郭台铭想说 国民党怎么叫 像叫粉一样 叫他快回来 没了他没了解力就是没了解力 所以我看郭台铭粉丝 老虎军团 虽然他的粉丝数不断多 大概1.3万人 但那里面有你说 G7 韩国语 应该是鸡蛋碰石头 这应该听起来也很清楚 甚至我跟郭民党 包括连翁金平 想说虽然冷气 好像睡在面穿上 伤害面穿 我要走自己的路 马英雄去 他反省 心里不知道挺谁 所以想说 特贵好农兵 去拉罗马英雄 说我们团结 要来做一只韩国语 想说要做这么多副刀 所以大家心来所想的 都是外面那一只 蓝莹现在是贸合 审理的一大堆 没错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替韩国语 担心一件事情 他刚才协会委员 你说他的市政成绩 我有时候你想说 他这个市政成绩 以前我们经常说 谎言说一千次 就变成真理了 他这样不然 他只要说一遍都变成真理 他有人一直抵制 但是聪明的 国民党所谓 偏中间的 也就是一个知识经济 你看五月二十号的时候 17号跟二十号 说很多韩本的社团 开始变去支持郭台铭 因为他们了解说 韩国语 他们这段时间的支持 该于市政 你看 五二零做一个中间点好了 做得很厉害 甚至为了做事 连忙都不记得 所以很多 较聰聰的 别说要公平的 较理性的人 都知道 韩国语这样不行 所以这次的大选是怎样 有这么多人去支持郭台铭 因为很清楚一件事 虽然韩本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韩本的处理 顾电话 因为每一次民调一定是 动员去顾电话 这蓝绿都一样 可是 真的较知识型的 他不可能去顾电话 但是他会支持郭台铭 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 记忆有这么多人算 我是觉得说 目前为止收 所谓的中华民国 做最多人 应该是拆英文 但是 你妈妈跟你说 听不懂 你看F16V 美国代国防部长 我正买 买给台湾 国民党 以前采购清单 里面人不买你 就是买你 你记得五百万美金的电话吗 现在我们知道 刚才在讨论华航的时候 其实我很辛苦的地方是说 川政府走出去十二天的外交 把台湾做这么大的突破 你想想看 刚才小伙议委员说的 郭台铭有三业在中公 有什么进宗联办的是韩国瑜 刚才你说什么农业清单 采购清单MOU实现多少 我希望韩市长你下一个会 且可以提出来 因为这不可以用口号式 要看实情嘛 有很多人你说 苏贞昌是打口号式 哪有 人实情每天赖给你的时候 你看建制部的新闻 你也可以拜托 看国民党比照这样做 所以我是认为很简单 郭台铭是一个聪明的人 这时候不讲话 为什么不讲话 不讲话就是累积实力 我来看看 你记得是郭芬 为了要捍卫所谓的中华民国 你万一去联署联署多少 你看 我欧金平跟在初孙的时候 他要脱出阵情 已经传出有联署了嘛 当然第一时间大家都要对我说 没有啦 我们乐观其成 那是民众自发性的啦 既然是自发性的 照片看不通流口 看郭台铭 可以有27万人 把联署给他出来吗 反正郭台铭在这时候就会 回国万人接机 就说我要参选总统 形式又不一样了 所以有时候要看谁 但是我相信国民党里面 有的人没法躲在这个挡灰之下 光芒照耀 我必须先安静 比较安静 先支持韩国瑜 但是 生不到的时候 这么兵最多 最快的人 我相信就是 那天会去参谋最多的人 最生死的人 我倒是 感觉我们的虎友宜 真生死了 我有行程嘛 国民党都会对我说 没有啦 虎友宜本来就是对外要 要以市政为优先 但是你是当党主 在邦教体育党 你年期就没去 你市府用件也会够委 所以我年期就没去 其实心里有很简单的嘛 一定心里有暗门的 主理论是要不做一副手 打从心里就觉得 你这个年市政做不好 要选总统 国民党很多人 有话不敢说 打掉的 好是不是真的 有很多人不看好 这个韩市长去选总统呢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要带您 一起来讨论 现在高雄的罢韩行动 是越演越烈 已经快要突破 20万份的联署书了 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老熊市长韩国瑜和资深林长一一合照 只是才刚颁完奖一下台 马上就和正心里里长沈秀林又隔空杠了起来 我们已经问过三民区的区长了 大概在下雨停止一个小时左右 水就开始推广了 我不会一个市长跟里长在那边变来变去 没有意思了 原来是针对719当天三民区自由路孝顺街这一段烟水状况 两人各有说法 沈秀林的脸书上说自己是不会唱衰深爱的正心里 是有人眼瘸了才会没看到溺烟 还把当天烟水直播的画面再度放了上来 而韩国瑜认为当天一个小时之后水就退了 里长沈秀林不要大做文章 而和市长不同调的还有割草行动联盟 申请场地又再度受阻 我们公民割草行动在这里严正的质疑高雄市政府 从6月底开始就用各种大大小小的理由 来阻挡来卡位 到了这个礼拜更夸张 我们已经完成了里民活动中心的借用 没想到隔天气功所竟然下来 说要临时举行登革热防治的活动 来把我们的申请法取消 我们现在公共事说实在三民区是登革热防疫的重中之重 也是我们最担心群聚感染的 所以三民区所有大型的民众的活动 站在市政府的立场 希望要谨慎小心最好不要办 行动割草联盟先是在6月底申请博二场地被驳回 7月11号申请劳工公园广场 对方先是要求调整场地规划 但接着以厂商施工为理由拒绝了 割草行动联盟转向商界私人场地 但业者害怕被市政府贴标签取消借用 而原本三民区老人活动中心已经说定了 但7月25号区公所有意见又喊咖 申请场地接连四次受阻 有没有公权力介入就让外界来公平 我们看到这个公民割草行动联盟 他们只是想要举办一个公民论坛 但是光是租借场地 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他们的坎坷了 他们是四度受阻 来问一下议员您怎么看 3加1常常是会被警察抓去关的一个重要关键 我刚刚看了 刚刚在看的那几个脖子的人 一定都头上摆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区长到底他所辖区是几个例 竟然我们市长是相信区长的位 不相信在地 他不是说他很接地气 在地的里长是住在那儿 他要去扶这些水稿 要扶这些缩油 我们被社会积债的东西 所以我感觉让我老同学 我们的国瑜市长 头上真的有得瘫痴 不知道是太忙了 想象一下我们一个人 两个鞋子是在山边边 两个蜜蜜是一家 当然这是区长用听的 咳到 或是你一定用蜜蜜去看的 我们这个市长很厉害重视行销的 无论他要选择怎么用 要抓地头 要抓本枝 他会把刀子 也会被罪水 每行都会 行销不够 但是他完了 用不一样的态度 在扶掌割草行动 因为你割草行动 输底下 你在那儿在连署 谁会知道 你就最好 继续一波四折 再加三折八折 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 你扶到既执一次 既执就给你補一次 扶到反对一次 我们连署的人就会更多 所以这种缓行销 我不晓得韩市长你是佛心来着 故意要这样子 还是你的区长根本就没用的 你这样再继续 在高阳流下来实际没趣 死死的 全心去做总统 不然好像给你罢免 你玩得很厉害 很厉害 另外我们想请教一下 巧惠委员 怎么看其实刚才淑惠议员说 韩市长应该说韩市府 现在这样子呢 是不是有从中 到底有没有卡关 这个公民歌草的这个行动联盟 他们租借场地的事情 那这样是不是另类 助长他们的声势 台湾这次史上 真的也蛮难得的 有一个市长刚选上 没多久就受到这种 罢免这样子的行动 那现在罢免有分好几个层次 一个是这个歌草行动 另外一个是网路上面 有在募资这个罢免 募资的进行 那我今天特别还来之前 看了一下资料 罢免的网路募资 开始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而已 就已经募到了490万 已经接近92%的达标 所以大概这两天就会完成了 这可以显现什么 是不但有人的聚集 想要完成这件事情 而且他是实体的 愿意把钱拿出来 可见这个意志 也是相当坚强了 所以罢免罢免的这个活动 这个理念确实正在发生 好那有这样子的行动 在发生的同时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是这个有四次波折 好我们不敢说啦 市政府摆明了刁难啦 但大家来看嘛 可受公平嘛 一场活动 一二三四连续四次 被这样子驳回 如果是在国民党的身上 国民党会说什么 国民党会说什么 那我们就用同样的理由 同样的标准 一样来检视 这是第一个嘛 有没有受到刁难 大家自己来看 再来第二个 还有一个很大的刁难是什么 是韩粉 坦白讲这个刚性韩粉 在网路上的霸凌 甚至是实体上的攻击 已经屡见不鲜啦 那韩市长做了什么 他不是很爱说爱与包容吗 可是我们看到历次 韩市长在对于这个有韩粉 所谓韩粉出来 对人做这个挑衅 或者攻击的状况的时候 韩市长做的 其实是切割哦 他都说那些是假韩粉 那些是假韩粉 并没有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出来 呼吁也好 带头也好 或者压制也好 我们过去 我们看到非常多前辈 他们在看待群众运动的时候 要说一场成功的运动取决于 你能不能够把群众带回家 那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是在网路上面进行 所以网路上面的人群的聚集 同样 同样是应该要受到 领导人能不能够去推动 所以如果网路上面的霸凌 持续持续 那我觉得这其实这个领导人 也没有办法控制他的群众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 领导人要会推动 也要会约束嘛 对不对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文琪 怎么看到底韩市府 有没有刁难人家 我先回应一下啦 就是这个确实韩市长 才上任不到一年 就是说刚才照巧会的标准 说那一个市长做到 不断断断控制 其实各位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知道DPP 有多么害怕 一个接地气的韩国瑜 第二我要呼应 歌草联盟 我还是要呼应他 如果你真的要搞政治 就不要戴口罩 不要有叫小 我在这里呼应 第二个我要讲 再来所谓的霸凌女学生 这个波流栓 我说这个案子 我呼吁韩市府的警察局 跟我们中央办那些 所谓资安的案子的警察 真的要把这个人抓出来 我不管他真含粉 假含粉 这个人很显然就是一颗老鼠屎 回过头来 我讲这四个笑死人的 各位想想看 一种状况 他有没有行政干预 一种是没有 第一各位来看一下柏尔 我们的引力 我觉得真的 你枉费他身为一个文化局的局长 柏尔是禁止宗教跟政治性的活动 所以他自己不要自打嘴巴 第二个劳工公园 我跟大家报 六月份去查资料 六月份报修 七月份开始整理 所以坦白讲没有 再来看所谓的三民老人活动 就我得到的资料 三民区不是一个疫区最严重的吗 如果按照轻重缓急 跟政治造势 是不是应该先优先办理所谓的疫区 至于所谓的桥头区 坦白讲 民进党辖下的租借场地 我说有一种状况 你说有或没有 至于所谓的里长 让我赶快讲一下 对不起 问问在地的嘛 各位去查一下历史资料好不好 那一位里长讲的话 跟在地里的里民讲的话 他们当时候会淹水的部分 是孝顺街505下 各位我只讲一件事 请大家去比较 823跟719的退水的速度 问问当地的里民的感觉是怎么样 至于邱里长 他跟引力合在一起 我觉得很好啊 可是各位我呼吁 今天巧慧在这边 淑慧姐在这边 当地的里长 我不是曾经举了 那个要黑寒 刻意把那个水沟嘎 用成黄金色的 弄成韩国瑜 民进党要优先党计处理 这个人嘛 跟我们证明是假的 至于那些所谓的商家 各位他们只是要赚钱 故意列为方名色 让这些反韩的人 或是说 跟真来我们来他的店里买 所以我坦白讲 那只是一个商业的操作 否则我希望他们 做好做满 一定要继续霸下去 一定要做 继续让大家赚钱 所以我就 看到这个